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在牛年最後一日 47歲台灣第一名母林之玲 宣布生嬰兒 林之玲和日籍丈夫Akira 結婚三年 他們兩個一直都很喜歡小朋友 現在終於如願以上 Chilin今天在社交網上上載 一家三口的手指信 留言說 終於等到小天使誕生到我們家 而Akira 就以中文、日文和英文 三種語言公佈喜訊 又表示明天就是新年 衷心期盼能夠藉著 又分享這份愛和感激的心情 要祝大家新的一年 都能夠有個美好的開始 不過他們就未有透露是B仔 還是B女 不過根據台灣媒體就說 今次Chilin是一索得男 而Chilin一直都好想生小朋友 女傳求子 而今次懷孕就沒有向外透露半點風聲 有人估計她飛到美國生BB 令到外界驚訝 又替她開心 Hello 各位星島頭條APP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Stephy鄧麗恩 新的一年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苦苦生威 飯飯都行